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诸位同学 大家好 今天我们接着再谈谈 廖凡先生所说的善由半满 满是圆满 凡是不能圆满的 达不到圆满的标准 就叫做半 他举《易经》上两句话是 善不及不足以臣敏 恶不及不足以灭身 这两句话是智力宁饮 修行人一定要牢牢地记住 总而言之 不及就不能满 就到不到圆满 所以 叫我们要积得内功 这些必须使念念不忘 我 时时刻刻 存一个利益人 利益社会 利益众生的心 必须把自利舍弃 一般人 一般人 不是不懂这个道理 不是没有读过圣贤书 许多读圣贤书的人 明白这个道理的人 但是他做不到 为什么做不到呢 思欲没能放下来 由此可知 自私自利 种种爱欲 不但是修行的大障碍 世间佛报 也被他障碍住 众生 为什么会做三土 这个里面的因素 我们不难理解 是 记得 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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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